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Tommy的教室 今天的破堂比較輕鬆一點 跟大家講解一下 家常小菜 梅菜 珍珠玉 和蒜蓉炒腐花 這個非常家常的小菜 今晚的晚上少得你吃的菜餃 也提醒大家 下面有我的E-mail address 和我Youtube的所有頻道 事不宜遲我會如何準備這兩道菜 今天和大家做的就是家常便飯 梅菜蒸豬肉 這裡有些梅菜 我還未洗的 待會我會洗少少梅菜 不用用那麼多 不過這個給大家看看 梅菜 接著又買了一塊半肥瘦的瘦肉 是煉皮的 我就剝了皮 其實近皮附近也挺肥的 當然了 如果你說蒸豬肉的話 全瘦肉就很粗口 所以我就半肥瘦 這裡是40元 但當然我不會用完 因為用完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用一半 這個肉還未洗的 因為如果洗了的話 就要吃了 我洗的部分 就是我用的部分 我才會洗的 我就切這裡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肉 也挺肥的 用哪一邊好呢 用這邊 這個我就把它放好 用這麼多 就蒸 梅菜蒸豬肉 再加多一碟 我今天想要加多一碟 是不是 加多一碟 應該是苦瓜 就這樣 用蒜頭炒苦瓜 因為菜就肉 又不需要吃太多肉 OK 這個就切了出來 因為會醃 所以就洗了 開水洗一洗 接著我們就做免治豬肉 免治豬肉是怎樣做呢 就是你去街市買的時候 肉檔通常都會幫你去做 那個 攪碎 但是攪碎 因為用機攪碎 就會太過碎了 所以我就不用機攪 我就會用回來自己去切片 你看到 這些豬肉 如果你不用攪碎 即是不叫肉檔攪碎的話 首先就把豬肉切片 至於刀方面 你可以用普通 好像我現在用菜刀 他們叫做文武刀 先切片 因為你不要就這樣剁 就這樣剁就很難剁得去用 首先你把豬肉切片 如果你覺得刀很鈍的話 你當然也可以用磨刀器 我可以用磨刀器 我在網上就買了磨刀器 就是這一個磨刀器 你能看到這一個磨刀器 有三個位置 這個磨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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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磨刀器 是比較粗 我現在把磨刀器洗一下 刀器洗一下 然後磨刀器 磨刀器 磨刀器 方法很簡單 首先 因為這些菜刀 比較粗 在中間磨刀器 很簡單 就不通 以前用磨石 用磨刀器 現在不用磨刀器 現在就這樣磨刀器 家庭式就是這樣 刀器就好 當然也要洗一洗 肉也是這樣 如果你鹽它太肥 當然可以圈了這些 近皮的部分 肥油 但小心 因為蒸豬肉 如果你太瘦 我又試過用全瘦肉去蒸 全瘦肉去蒸 蒸出來 蒸出來 很粗糙 很難吃 現在就切片 切的過程我會飛走 切完之後 我就教大家怎樣 剁成肉醬 這些才叫做免治之肉 如果你外面 你叫肉攤去幫你攪拌 這個我們叫做餃肉 餃肉 餃肉就沒有免治豬肉那麼好吃 因為免治豬肉 是你自己剁的 它有些纖維 仍然是黏著 所以吃起來 煙韌感比較好一點 切的時候 大家都要小心手 很多時候的手 就屈曲了 切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切走 總之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入廚的話 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都會切走 我試過最嚴重切走 那次就是 基本上整個手掌 切開 那時候是切羊中的 好了 大家切成一片片的時候 現在就可以剁了 剁的時候 如果你想去煙韌呢 有人教過我這樣做 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不過我都試過 我真的比較嚴重 當你切的時候 剁的時候 你拿些 剁的時候 拿些糖 灑一點點 一邊剁 那有什麼用 其實我真的沒有考究過 但是 我都是這樣試的 剁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 可以剁的砧板 然後 一邊剁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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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破壞 然後 轉到另一個方向 然後 十字 十字 剁 很快 這些肉片 就會變成肉醬 你看到 武俠片 經常都說 把肉醬剁成肉醬 剁成肉醬 剁成肉醬 日常都吃過 等一塊 暫時 是肉醬 加了少量糖 我絕不是 Après粉撲 我把它opedia 它怎麼搞到 如果你是雙刀,兩把塞刀就有兩把一尺 但我不是雙刀,是單刀 有點累了,我用左手 左右兩把 基本上你不需要去鵝頸橋打小癮 你當這個肉醬是小癮,這樣刮刀 就不是打小癮,是刮小癮 在一起刮刮刮 雖然把豬肉也沒說出去 肉檔也叫它攪水 這麼快,回來後再拌梅菜就能吃 但煙治豬肉的成果是很難 可能要煙尖一點 吃起來比較煙韌 如果你攪水肉去蒸梅菜豬肉的話 就會散開 因為豬肉和梅菜是不黏的 可以散開 你見到刮刮完後 就一劈 很溶解 我也不需要太溶解 讓它有些纖維 當你攪拌的時候 也是順時針 一個方向 或者逆時針 總之一個方向攪拌 把纖維拖出來 肉和肉之間 雖然是碎了 但它黏在一起很堅硬 但是它是黏在一起很堅硬的 很堅硬的 很堅硬的 所以我會拿一個玻璃或瓷 尽量不要用膠 用玻璃或瓷尺 我現在攪拌 調味方面 見仁見智 剛才我加了少許糖 現在加少許糖 我用黃糖的 或者黑糖的 鹽 好少許鹽 因為我吃得不太鹹 食物大家不要吃得太鹹 少許鹽 加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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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加少許鹽 是老抽鮮的 才加少許鹽 豆粉 少許鹽 豆粉也是很高糖分的 基本上是一些比較濃縮的糖 是化學的 化學 加少許鹽 加少許鹽 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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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三滴就可以了 因為我把鹽 鹽都用光了 只要兩、三滴 就這樣攪拌 不需要特別的味精 我不會加味精 有些人會加味精 但是我不會加味精 其實 坦白說 現在的生抽、老抽 基本上都已經加了味精 所以再加味精 口味太重了 這樣順時針 一個方向這樣攪拌 你見到些纖維 攪拌一下就不要逆時針 總之 你一個方向這樣攪拌 肉雖然是肉碎 但是纖維 還會拖起其他肉粒 所以當你吃進口的時候 你攪拌梅魚菜 吃進口的時候 就相當煙硬 相當好吃 所以做菜不需要什麼大師傅 好像我那樣 一個 很糟糕的師傅 也可以做到家常的菜 給家人吃 吃得開心 最重要是吃得開心 吃得健康 看到中間也有一點 少許的肥肉 不算太多 少許 好了 好了 就放回雪櫃 放在葉子裡 我今晚才吃 這個蓋子 這個蓋子可以吸少許的真空 不是太多 這些遲的盒子 就可以 千萬不要用膠 膠的肉 中間的蛋白質 就會和膠溶解 會釋出一些毒素 我聽來這麼說 當然我也覺得會是 但當然我沒有 沒有一個學士學位 去證明這件事 不需要 穩陣一點 玻璃和池 也會穩陣一點 然後是梅菜 梅菜 我教大家怎樣去洗乾淨 因為梅菜 其實有甜梅菜和鹹梅菜 我買的是甜梅菜 雖然說甜梅菜 但它的鹽味也很重 所以你看到有些鹽在這裡 我用大概一塊 一塊就夠了 不需要太多 因為太多的 反而梅菜 就差了些 搶了豬肉的味 多一點 就是這樣 其他就可以擺好 剁梅菜的方法 和剛才做豬肉的方法 其實差不多 首先大家就要 切開它 切開 現在要做 如果要用雙刀 就用兩把刀 所以用單刀就好 要用單刀直入 用單刀直刀 你可以轉一輪 通常我喜歡轉一輪 打橫打直 梅菜會很快 可以用 也可以用 我比较用少一点梅菜,因为很咸 因为我试过,用多一点梅菜已经很难复 因为梅菜已经太咸了 洗过盐,洗过,但梅菜本身的盐味已经浸掉了 所以很咸,千万不要看少一点梅菜 现在这个年代,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 现在就没有吃那么咸 我说都没有那么快,梅菜已经刮到四大 通常我又是这样拨出去的 你不要调稍后拨就可以了,你的手应该没事的 我们就可以了 我拿回刚才那些肉出来 我放在冰箱里,拿回来 这里有两种做法 有些人就浓到吃,浓到蒸的时候才放进去 有些人就像我那样,放在一起 等梅菜的味道就进入肉里面 你喜欢用哪个方法,其实没所谓 有些人觉得,不是的,浓到蒸的时候 放进去梅菜再拌进去 两个方法都可以的,你喜欢的 甚至乎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出去餐厅吃梅菜蒸猪肉 梅菜和猪肉是分开的 所以,为什么要分开呢?很简单 如果你不叫梅菜蒸猪肉 那些猪肉就可以做其他东西 不一定是用梅菜 所以要分开的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你可以配梅菜 最大的缺点当然 肉本身没有梅菜的味道 好,现在就拌在一起去拌 筷子我也洗过了 我就拌进去 拌均匀 刚才你那个方向如果是顺时针 现在记得也是顺时针 肉和梅菜 你看到就均匀在一起 因为今晚我才吃 所以我拌好一点 这样就拌了 简单的一味菜就这样做出来 到我蒸的时候 如何下锅水蒸 大家再看 接下来我们就切苦瓜 今天苦瓜炒苦瓜 只有蒜头炒苦瓜 没有肉 因为另外一味就是蒸肉饼 所以我不想吃那么多肉 切苦瓜 我洗净了 切开一半 里面就有苦瓜囊 通常一般的做法 一般家庭的做法 工业怎么做 一般家庭的做法 你用匙羹去刮这些囊 一般家庭的做法 一匙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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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像我那样 你看到有些苦瓜核 如果像我那样 如果像我那样 有一个情意结 我会用苦瓜核 尝试去种它 放在泥上去种它 虽然我住在大厦里 但也是这样照种 当然 你说不中的 你便将这些苦瓜镜囊 刮了去 然后倒进去 就可以了 相当之简单 一点都不复杂 刮了囊 之后 我开水洗一洗 我镜头拍不到我洗的苦瓜 就开水 过滤水洗一洗 之后 你灌了苦瓜 这里有个钉的位置 你便可以用刀去切 不用怕 慢一点 小一点就可以了 虽然这把是菜刀 但是 有危险性 有的 不过不是太大危险 切了这个钉去 这边也是一样 切了一个钉去 这边也是一样 切了一个钉去 这边也是一样 我遮住镜头 给大家看看 如何切了一个钉去 这个池灯 我放在那边 如何切苦瓜 方法很简单 如果这个苦瓜 放在冰箱内 所以皮有点 有点焦 就可以割了皮 不要紧 切了皮 小部分 虎瓜的切法 就是这样 我拿回镜头 这个位置 你的手指顶着 就薄片薄片 这样切 刀就刚刚磨过来 所以就很腻 这个就是我们切好的虎瓜 然后拿一只碗 或者拿一个碗 或者拿一个碗 这个碗 这个碗 装起来 待会再洗一洗 好 切好虎瓜 之后呢 就洗洗虎瓜 我再开水洗洗 如果你想吃虎瓜 原汁原味 当然可以这样 但是如果你说 我想没有那么苦 其中一个方法 是什么呢 就是你煮之前 就用盐 液一下虎瓜 一会儿我当然会洗走 盐 盐很咸 最主要是用盐 渣渣去 让盐 会抽干了虎瓜 里面的水 抽出来 等多一会儿 虎瓜 就会出水 也会软身一点 煮起来 我喜欢吃 煮起来 软身一点 有些人 就喜欢吃 煮起来 爽 怎么也好 用盐醃了 的时候 那些苦味 那些苦的水 叫苦水 我常常用苦水 那些苦水 就会被盐抽出来 我先把虎瓜放在一边 接着就是蒜头 因为我用蒜头炒虎瓜 蒜头 这些蒜头也不是太新鲜 是干了些 但是不要紧 蒜头的做法一样 通常我切了头 和尾 很简单 头和尾 尾 尾 只要你切了蒜头 头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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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る 尾 但是心就把心扔掉 因為心本身會是苦的 大力一點拍一下 我給我一個喜歡融一點 我看到有些人一邊穿東西的時候 一邊看電視 不懂穿心組 不懂穿手 然後用小碟或小碟裝起蒜頭 待會用蒜頭去炒 剛才醃了梅菜和半肥瘦的肉 我把梅菜和半肥瘦的肉放進梯碟 洗一下梯碟 如果你不想梅菜蒸豬肉 蒸出來黏在底下 就放少許油 少許就可以了 少許油在碟上 搓勻 一旦蒸起來 肉就不會太容易黏在梯碟的底下 留意粥筷子 用來夾生菜 你會看到這裏有些紋 所以長久了的時候 都要把粥筷子丟掉 因為粥筷子會積掉 這粥筷子是比較新的 OK 撥平它 當然你可以用手去撥平 當然要洗乾淨的手 我暫時還未蒸 我準備好這些東西 未蒸之前 當然這碟東西都要放在冰箱 尤其是香港的天氣 不算太熱 但如果你放在室溫的時候 肉食很容易壞 吃壞人的 好 接著我們就會切些蔥花 給梅菜豬肉 蒸好之後 我們就會放些蔥花 這些蔥 蔥頭 在這裡 放些蔥頭 首先洗乾淨 好 蔥頭 再放些蔥 放些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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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些蔥 放些蔥 放些蔥 先把蔥花切成這樣 然後將它量度齊之後 量度齊之後就切蔥花 然後蔥花就切好了 我都比較喜歡的元素 先把蔥花切成這樣 炒好了 蔥花就準備好了 待會就 豬肉蒸好了 之後 臨吃的時候才放蔥花上去 因為蔥就不需要太熟 我們現在放了梅菜豬肉 放進去 因為有些水 蓋上蓋子 現在就開了火 開了中二大火 然後大概十分鐘後就會熟 好 然後蒜蓉炒苦瓜 這個可以用來熟 鐵鍋 開了火 先洗乾淨 再開了火 鐵鍋熱 再加油 你可以少加上鑑鑑鑑鑑油 但如果你少加上鑑鑑油的話 就沒有買一些普通的鑑鑑油油 即是買一些普通的鑑鑑油油 因為普通的鑑鑑油油就可以煮得 普通的鑑鑑油油就可以煮得 加少許油 再加上鑑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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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tre還要加更加鑑到鑑鑑 鑑鑑并飛 呀但鑑鑑油 曾加上鑑鑑鑑油 在合加大多的鑑鑑油 由于 insbesondere鑑鑑油 只要不用煮的 好 這是少許 Oui 一直 echo 古瓜就加少許糖 然後加少許鹽 鹽還沒太多 因為又苦又鹹就很難吃 這個古瓜剛才用鹽煮沸水 所以就很快要 再加一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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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上去大概三半至兩分鐘 大概過了三半小時 現在可以收水 很乖也開始煉 再加上炒粉 當然如果有些人吃這麼多糖 就盡量不要吃 如果又不喜歡水便便 所以很多時候 蜆剛剛好收到水 就可以用 然後上炒的時候 上炒才會很適合 因為你不適合 油就會吸收到苦瓜 苦瓜就不太保證 油 現在我還未熄火 這條非常粗的粗粗 才會很奇怪 肉就蒸好了 我又蒸大約五分 大概十 我蒸大約十五分鐘 蒸好之後 關火 然後沖上去 沖上去 因為我拿著沖上去 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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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可以欲少 還會余水 沖上去 避免水 現在往上去 吃了 我們有兩菜 一三五 ludzi 還有白飯 每一雅都 property 賓 snack 好 多謝大家 precedے 这个节目 Adios Hasta Luego Bye Bye